台中BRT正式走入歷史改为优化公车专用道 增加已被班次 那么今天是第一天上路 情况如何呢 教育记者詹吉野 吉野 好台中的BRT正式说拜拜 那么暂体上原本的BRT的三个字样 也都被拆除了下来 变成了优化公车专用道 而原本行驶在慢车道上的公车 大多数也都移到专用道上来行驶 因此一大早许多机车骑士赶着上班 他们也觉得这个慢车道上的公车 真的是少了不少 感受上有安全多了 他们说不用再跟一大堆的公车 一起来争到感受上 以及这个心理上都觉得安全许多 也顺畅不少 我们听一下机车骑士的说法 总这样应该会比较安全吧 因为真的有时候骑摩托车 跟那个公车抢到很危险 那今天骑起来有觉得有改善吗 好像有吧 感觉车辆好像 还好 刚打过公车前面还是有公车靠旁边接客 但是有觉得公车比较少一点吗 没有 目前没有感觉 因为有一些号码以前做的时候 我可以到那个地方 可是现在好像都改了 所以我就先上网查 然后查完再来这边确认一下 不过不少乘客直说还是得试一下 原本BRT也更改成公车300号 而这条路线上一共有9个路线的公车会一起来共同行驶 而为了增加它的使用量 原本一天是426班次 也增加到855班次 而民众原本搭BRT的时候只能搭到技艺大学 现在则是可以从火车站一路搭到清水武器以及大甲等地区 不用在中途转车 那么一大早台中市的交通局长也沿着各个站体来巡视 那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意外状况传出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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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